我這小小的身軀第一次到花蓮近似近射的孫逸倫緊張又害羞 但一問到想對正言上人說的話 他馬上用一口流利的台語念出親手寫的卡片 總是以笑容面對所有挑戰 不因為身體的殘缺而退縮 他曾獲得高雄市台語語文競賽南區第一名 還有身杖運動會的游泳金牌 今年五月更榮獲總統教育獎 代表國小組上台發表感言 突破先天身體障礙做生命的勇者 孫逸倫期許自己不斷精進 也要成為助人的人 大海新聞謝宇山鄧米怡歡迎報導 廣東